無人機本身最大的 公用方面來講的話 就是在軍事上來講的話 就是量大而且的話 成本低 那現在的話 用保麗龍都可以做成無人機的 所以說基本上 只要你保麗龍機夠堅固 能夠帶著炸彈去 那基本上的話 也就能夠滿足了俄羅斯本身 改進他們自己 無人機這方面的缺失 所以說俄羅斯本身 要做任何事情的話 就有關於飛機上 簡單粗暴 是他們一個發展 國防武器的一個重要的原則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根據烏克蘭媒體 防務快報的報導 俄羅斯加斯特洛設計局 公開了這一段影片 展示他們研發的 新型無人機非洲局 好 這款無人機呢 在7月2號在烏克蘭被擊落 但是當時沒有被認出來 俄羅斯媒體就報導說 非洲局問世 這個軍事專家 把他這種無人機描述為 輕量化版的天竺葵 那他的任務呢 除了攻擊之外 還包括進行電子偵查 好 宥老師這部分 要請你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款新型的無人機 大家可以了解到 這一次 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發生衝突 這個無人機的使用 可以說是大放異彩 那麼 而且同時呢 大家會發覺呢 傳統武器當中呢 尤其是這個 俄羅斯的這個表現 各方面來講 差強人意了 並不是特別的好 那麼這個烏克蘭呢 受到了這個 歐盟或是美國 在暗中的支柱啊 主要的無人機表現 就不管是 用無人機來攻擊 或者用無人機來防禦啊 都表現得非常好 那我們通常來講 都可以非常了解 俄羅斯本身的話呢 它的國防工業的基礎 是非常好的 這個好的話呢 其實順便也在這邊說一下 就是說是 中國有個大學 叫哈爾比工業大學 哈工大 它本身來講 就是俄國系統裡面 訓練出來的 俄羅斯基本上的話呢 非常重視這種 國防科技啊 那麼原來的話呢 這個體系上來講 就大家會覺得說 俄羅斯本身的工業人才 跟那個大陸工業人才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俄羅斯現在目前了解到 無人機的用處嘛 所以呢它會 那無人機現在 最主要的功能的話呢 就是它可以 做多樣的功能 我曾經到這個福建的高興區 去參觀這個 大陸的無人機的發展 那個有這個低空經濟啊 有這種消防救火啊 有醫療幫助啊 或者說是簡單的這種 運送啊 農業上的 無人機本身最大的 公用方面來講的話呢 就是在軍事上來講的話 就是量大 而且的話呢 成本低 那現在的話 用保利龍都可以做成無人機的 所以說它基本上 只要你保利龍機夠堅固 能夠帶著炸彈去 那基本上的話呢 也就能夠滿足了 俄羅斯本身要改進他們自己 無人機這一方面的缺失嘛 所以說這個 俄羅斯本身要做任何事情的話 就有關於飛機上啊 就是 簡單粗暴啊 是他們一個發展 國防武器的一個重要的原則 但是這裡面的話呢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順便在那邊講一下 這個無人機的發展呢 因為我自己有看到大陸的發展 那個軍用轉民用啊 的那個過程當中啊 確實是無人機會變成了 未來戰場上的主流了 主軸 這個是可以了解 那俄羅斯在發展這方面來講的話呢 也是藉這個機會 有實際上這個實戰的作用 然後來發揮 讓他們來表現一下 是好 說到軍備 我們另外還要來關心到的這個 不需要跑道的垂直起降戰機 各國軍方都希望可以擁有 因為它可以機動部署 也可以降低航空母艦的技術門檻 那俄羅斯聯合飛機公司旗下的 雅克列夫 飛機製造商就宣布 要從此以往的任務 繼續開發這個垂直起降飛機 好 我們知道俄羅斯呢 是世界為山 擁有垂直起降戰機的開發者 那除了現在的這個英國列鷹 還有美國的F35 好 上次跟你怎麼觀察現在俄羅斯 因為 而且大家還說 它對標這個美國的F35B 哇 這個垂直起降戰機 我認為就是所有軍事迷 其實外行的人 看到飛機 就直接飛上來 不需要跑道 特別是在很多 我們看航空母艦的這些宣傳片裡頭 其實還是讓人很興奮 他不需要跑道 我想其實最近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最近這波戰爭 是這樣子 雖然在烏克蘭戰爭 包括像基輔啊 莫斯科 他們並沒有很嚴厲的攻擊對方 比如機場炸得死去活來 可是我們在思考 比如說台海戰爭這件事情 第一波時間火箭彈可能就把花蓮啊 台東直航基地都炸掉 那我們的空地怎麼辦 其實你就會思考 有沒有可以垂直起降 或者是比較短的跑道 以及航空母艦的應用 我認為這個在剛剛前面老師講 無人機這個趨勢上 在這一波有關於新的戰爭研發思路裡頭 有關於垂直起降戰機 確實是一個令人一直心裡很癢的東西 所以現在俄羅斯這個亞克列夫 又宣布他們要開發第五代 這家公司是 不能說不止公司 過去是國營 是真的非常非常厲害的 你要在5060年代當年的時候 德國開發 法國開發 英國開發 很多都無疾而終 可是真正所謂的垂直起降戰機 進入了大家的視野 還是真的是在1987年 80年代的時候 就是這個亞克列夫 他們當時推出的這個亞克141型 這個141型是這樣子 他們那時候有包括12項的世界紀錄 包括他們當時的無論武器 來到包括飛的 飛的這個來到1.7馬赫 所以非常非常的驚人 包括他們整個 包括推進在後邊 然後旁邊各三架的這個 所謂可以垂直的這個發動機 在整個思考結構也都很厲害 而且大家都知道 後來蘇聯解體之後 然後呢都傳說 江戶傳說 就是亞克列夫的一些圖紙 一些設計的流到美國 美國才有能力生產出F35 所以這個東西大概都是 我想是不爭的事實了 那麼現在現在亞克列夫 這麼厲害的領先的技術 回過頭來 要幫俄羅斯做全新的第五代 來對標F35 F35不只是現在所有攜帶的武器這些 最重要剛剛講 垂直氣象 這個部分的厲害 所以很值得期待喔 看起來俄羅斯 這些剛剛我們談的這些東西 是吃了蹭頭挺了心 就是一定要在軍事工業當中 要還是要重新發展 自己巨大的實力 要來對付美國了 烏克蘭準備從歐洲要接收第一批的F16戰鬥機之際 現在俄羅斯民營企業 Force公司它宣布 如果第一個擊落F16戰機的 這個俄軍官兵 會有賞金喔 1500萬盧布 差不多是17萬美元 而根據中國軍事專欄 三分亮劍的報導 俄羅斯軍事專家 科諾瓦洛夫 他聲稱 俄軍雖然現在有的這些空戰手段 都是可以拿下F16 但是是不是也有難度呢 建長請幫我們分析 現在我們所看到 無論是比利時或者是荷蘭 甚至波蘭提供的F16 其實跟我們台灣現在 接收使用的F16 Viper 是完全是天差地別 他們用的是F16AB型 是我剛剛講到的這些國家太粗 然後提供給烏克蘭使用的 而且烏克蘭在使用F16的時候 他有個最大的困難 也就是因為他原來都是使用的 俄羅斯的這些裝備 然後他的無論是他的料配件 或者是他的工具的尺寸 都跟美國是不一樣的 那也就是他的儀表的配置的位置 也都是不一樣的 而且我們講到這些飛行員 他原來可能是飛米格 米格29的 他去飛他要先做 先學一件事情 學英文 他要先學英文 他學完英文之後 但是我們想一想 這個兩年 就是從開戰到目前為止 達了兩年多 可是美國真正同意輸出F16 給烏克蘭 也是最近一年的事 一年的英文可以學成什麼樣子 我相信大家心裡都有譜 不過這個無論戰場怎麼樣 也就是有關於認知作戰絕對不能輸 我們現在在網路上已經可以看到這一架飛機了 這架飛機就是F16 F16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尾翼 那個上面它直接就是藍天跟黃土地的顏色 這個其實就是烏克蘭的顏色 然後我們看看這個飛行員 它的背後 這是烏克蘭的國徽啊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好像已經獲得了 但是其實他們有在用F16做訓練 可是實際上還沒有進行作戰 那當然他們有很多的說法 就是現在如果F16出現在俄烏戰場上 是什麼樣子 我們直接比對一下 這個F16其實是這邊 它的跟蘇凱35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落差 我們現在看看蘇凱25 它的速度可以達到2.25 那如果說F16的話 最高就是2馬赫 那我們如果說看一下它的推重比的話 F16就是1.08 那但是我們如果說看到這個蘇凱 蘇凱35的話是1.30 意思是什麼 意思也就是它有非常多推力的餘域 什麼叫推力的餘域 就是我們在電影裡面 或者是很多的這些行展裡面 我們看到包家棄服眼鏡蛇士 也就是它這樣飛飛飛 突然啪這樣子像眼鏡蛇這樣子飛起來 這樣子飛起來真正的戰術意義是什麼 就是原來它們在狗鬥 狗5在後面追的時候 我一個包家棄服眼鏡蛇 難道你後面這個直直撞下去嗎 當然不是 立刻閃開 可是你一閃開的時候 就變成你被我咬下去了 那也这就是战术战位的一个方式的差别 那另外它还可以像落叶飘一样 那就是好像像一个叶子在空中飞一样 那问题是F-16它没有那么大的推力 可以做这样的事 而且它的空气动力的设计也不允许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就是说F-16在这种旧型的F-16 它在战场上遇到苏凯30 遇到苏凯35 甚至它搞不好还遇到苏凯57 那也就是它其实占不到什么好处的 另外如果我们当然现在的战争 你说真正狗斗的情况不太多 我们讲的是四居外决战 那四居外决战决战于哪里 决战于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你的雷达的搜索能力 那我这里看到这画出来这是苏凯30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雷达的搜索的距离 远远大于F-16 那也就是在F-16还没有发现苏凯30的时候 苏凯30已经发现F-16了 那所以也就是 那另外以飞弹的拦截的距离的话 也是这样 AM120这个我们台湾也有 那这是F-16使用的 那它还没有到达它的engage 也就是它接战的距离的时候 事实上俄罗斯的飞弹都已经可以掌握F-16了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四居外决战 当然四居外决战还有另外一个 我相信我们很多专业的观众 会提到说现在要提供给乌克兰预警机 ASC890这种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他们称呼叫做像平衡木 它其实就是平衡木一样 就是小时候做运律做体操的平衡木 那这一种雷达没有不好 它在6000公尺的高度 它可以搜索500公里的这个范围 它只有在前面跟后面一个小小的角度里面 它搜不到 不过它那个雷达波没有办法搜索到 但是它可以转向 所以我们这样讲 虽然我们看到乌克兰好像是获得一大堆军援 但是它的人没有准备好 刚刚老师已经说过了 那个就是50几岁要上战场 那就是我这个年龄 而且年龄还有更低的 就是低于25岁 甚至15、16都在预备 所以其实那个没有办法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诺夫说 有50万的俄罗斯军队正在包围乌克兰 俄罗斯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要再增兵 20万人到30万人 那乌克兰方面除了需要来自各国的军援 更迫切的是要补足前线损失的人力 那现在前线都已经陷入了兵力短缺的困境 这个时候美国五角大厦还明确表态 反对乌克兰将美元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用在攻击俄罗斯的境内目标 好 这里看到的是俄罗斯军事观察网的报导 俄军呢扩大了军队的规模 当前在各方的战线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而且攻势还在持续 但是另外一头 乌克兰呢现在兵不够 美国一下可以 那一下现在又严禁这种原无飞弹射到俄罗斯境内 好 想请教育老师 就您来看俄罗斯基他现在这场仗到底该怎么打 这场仗啊 从一开始我就不看好乌克兰有任何的机会跟希望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首先我必须要强调 这场仗根本不应该发生的 因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北约东扩 北约经过好几次东扩以后 那普京的话呢提出多次的警告 这些警告的话呢讲得非常明确 你可以说俄罗斯人本身对于国土的这个安全的防卫 心理比一般人强 或者说是你也可以讲说 俄罗斯原来是一个侵略别人的国家的人 现在被侵略他绝对不甘心 但是我们世界上的话呢 要维持这个应有的和平是不容易的 那目前的话呢 泽伦斯基他面临了三方面的威胁了 严重 能够拖到今天两年多了这个情况 现在大家越来越明显感觉到 俄罗斯是设计了一个陷阱 就是俄罗斯现在越打越富 越打越勇 然后的话呢 因为他这个国家幅度人口 虽然都是大不如从前 但是基本上的话呢 这个他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所以说呢 首先 罗斯基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这个 美国这个支持的力道 因为这个美国支持力道 这几天有戏剧性的转变 这个每一件事情对他都是非常不利的 那这个 首先川普就基本上板上钉钉 眼看的就要当选了 眼看的 他还不完全确定了 然后他提问那个副总统的话呢 针对这个乌克兰的问题 他也讲话了 对不对 他觉得说是我们自己 他讲了个例子 我自己都被感动到了 他说我们现在拿上千亿的美元 来支持这个乌克兰 但是我们在夏威夷一场大火象 只要五亿元可以解决上万民众的 之间的这种生活上的居住保障 都这个事都不做 这什么逻辑他搞不懂 那美国人当然反应非常强烈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美国本身的态度转变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普京本身的态度 在征兵的问题上来讲 二三十万人的话呢 因为长期来讲 大家都知道 特别军事情动的时期 俄罗斯没有快出正规部队啊 始终是什么瓦格纳军啊 又是这个军那个军的话呢 那现在的话呢 俄罗斯要进行全方位的战争 是两年后的事情 要开始征兵了 一征兵就二十万三十万 请问乌克兰在相较的情况下 就征到快五六十岁了 我都不好意思讲 我都六十多岁了 难道在这种情况下 要征到六十岁 我想到四五年前我还要当兵 那个讲的真的是倾科以堪啊 对不对 就争不到兵了 人都跑光了 那第三件事情的话呢 我觉得泽伦斯基自己现在 明显地放软了身段 他自己觉得说 我们自己啊各方面啊 然后愿意要和谈的话 有些条件啊 他不会坚持一些基本立场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始终就是强调 泽伦斯基可能根本没有资格 跟他谈的 因为他的这个合法性都不对了 他的总统任期都已经到期了 那美国现在的话呢 原来的话呢 气势如虹 现在又说不可以用这个 不可以用那个 其实基本上讲穿了 美国也不愿意战事扩大 因为这个战事扩大以后 把欧洲拉下去 美国不在乎 把美国自己拉下去 他觉得挺麻烦的 但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所以美国反反复复了 责任是些心知肚明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料到这场战争的话呢 会结束的情况应该就是川普自己直接找普丁打个电话聊一聊 基本上的复案 然后到了11月份的时候 我对这个乌克兰的情况我不会太看好 是好 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作战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现在战场上的难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就连至关重要的美国支持 现在也受到不断在改变的政治风向摆布 我们用来看到卡内基国际和平津津会的军事分析家考夫曼 他分析认为未来的两到三个月 或许是基辅在今年最艰难的时刻 那从图卡上您可以看到他分析总共有六点的挑战 分别第一是战场 乌克兰现在采取弹性防御策略 放弃了部分领土 但是除非基辅能够出奇制胜 否则莫斯科无疑就会赢得漫长的消耗战 再来看到是电网 乌克兰八成火力发电厂 三分之一的水力发电厂都被摧毁 那接下来的冬天就很难度过 第三提到的是军火 本来已经处在严重劣势的炮弹储备 现在持续在减少 那以及防御攻势 乌克兰太晚建立防线 不过这情况在这几个月确实也是有改善 第五个是扩大征兵 他认为说乌克兰现在兵源不足 而且还没有足够的场地可以来训练这些新兵 那最后他提到就是武器了 虽然北约答应原屋的武器陆续到位 但是北约自己的军工产能就不足 所以根本也是供不应求 那如果再加上刚刚任老师帮我们提到 11月的美国大选 这综合研判 今年底大家预测应该就是这个 俄乌战争最重要的转捩点 是吗黄老师 大家说今年的年底是最重要的转捩点 其实就是因为美国的总统大选 而且一般的判断 当然大家都认为说川普如果当选的话 大概美国对乌克兰的直接援助 道义援助可能都会减少 那就算拜登当选 但是拜登是不是希望俄乌的这样的一个武装冲突 继续下去呢 很多人也觉得说 既然拜登已经好不容易胜选了 让他第二任可以继续了 那这个乌克兰冲突的这一个 可利用的价值就减少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拜登在当选之前 投票之前 他不能说让乌克兰就地认输 因为乌克兰认输 德伦斯基认输就等于拜登认输 这个是一个联动的关系 所以从一个理性的判断来讲 当然拜登也会希望这个战争 如果乌克兰现在打不赢 至少拖到选举 我拜登胜选之后 再来看怎么样让这个战争不要打下去了 不然的话美国 你看我们记得今年四月 美国的参中医院通过了这个预算 里面大概就六百亿美元 又是援助乌克兰 六百亿美元大家可以算一算 换成新台币 人民币大概多少钱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国家 一直可以这样子长期地给下去 像川普说无底洞 对所以你看我们看到 当然这个原因还不是很明确 但是德国本来要给乌克兰的援助 现在宣布说先砍半 有人说也是在看万一美国变天的话 那德国当然先把一些筹码先抽出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变数 围绕着美国总统大选就变得更多了 很多人现在看的是一个武器系统 当然舰长会比我更清楚 包括F-16 或者像这个ATACMS 陆军的300公里左右的战术飞弹 或者是空射的巡弋飞弹 意大利 法国 英国都给 问题是 这些它不是一个战场上决定性的武器 它可能会在一些小的战役上面 让俄罗斯吃点亏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俄罗斯不会因此 搬出更多的压箱宝 来攻击乌克兰 那更不用讲刚才这个背板上面 讲的这几个大的问题 确实是乌克兰的问题 而且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看到美国或者像国际组织发包 什么要重建乌克兰电网 重建到底效果有多少 目前看起来它的进度不如预期 所以我只能说 现在今年底是不是 俄乌冲突的转捩点 第一个 美国总统大学 第二个 这些比较指标性 新闻关切的武器 它如果万一起到了 慢关键的作用 我讲万一表示其实不太可能 万一起到慢关键的作用 那或许乌克兰会有一战 那我最后很快地讲一下就是 那如果今年底真的是一个转捩点 可能会怎么样 川普很难预测 所以我就不要预测 预测越多错越多 但是如果今天是拜登胜选的话 有可能什么 有可能是拜登就开始主导 在俄乌之间呢 可以按照现状停火 不是投降 也不是就这样子搞定 就按照现状停火 那未来怎么样 再说 那这样子俄罗斯说实在 它面子也挂得住 那乌克兰呢 我没有投降 战争状况还在继续 只是暂时停火而已 那未来怎么做 说不定停火一定停个十年 二十年都有可能啊 对不对 这个政治上慢慢在解决 好 黄老师提到说 这个武器能不能起到作用 我们就来看到 乌克兰准备从欧洲要接收 第一批的F-16战斗机之际 现在俄罗斯民营企业 Force公司它宣布 如果第一个击落F-16战机的 这个俄军官兵会有赏金哦 一千五百万卢布 差不多是十七万美元 而根据中国军事专栏 三分亮剑的报道 俄罗斯军事专家 科诺瓦洛夫他声称 俄军虽然现在有的这些空战手段 都是可以拿下F-16 但是是不是也有难度呢 建长请你帮我们分析 现在我们所看到 无论是比利时或者是荷兰 甚至波兰提供的F-16 其实跟我们台湾现在 接收使用的F-16 Viper 是完全是天差地别 他们用的是F-16 AB 型 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些国家 太厨 然后提供给乌克兰使用 而且乌克兰在使用F-16的时候 它有个最大的困难 也就是因为它原来都是使用的 俄罗斯的这些装备 然后它的无论是它的料配件 或者是它的工具的尺寸 都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那也就是它的仪表的配置的位置 也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讲到这些飞行员 它原来可能是飞米格 米格29的 它去飞 它要先做 先学一件事情 学英文 它要先学英文 它学完英文之后 但是我们想一想 这个两年 就是从开战到目前为止 达了两年多 可是美国真正同意 输出F-16给乌克兰 也是最近一年的事 一年的英文 可以学成什么样子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谱 不过这个 无论战场怎么样 也就是有关于 认知作战绝对不能输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 已经可以看到这一架飞机了 这架飞机就是F-16 F-16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尾翼 那个上面它直接就是蓝天跟黄土地的颜色 这个其实就是乌克兰的颜色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飞行员 它的背后 这是乌克兰的国徽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好像已经获得 但是其实他们有在用F-16做训练 可是实际上还没有进行作战 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的说法 就是现在如果F-16出现在俄乌战场上 是什么样子 我们直接比对一下 这个F-16其实是这边 它的跟苏凯35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落差 我们现在看苏凯25它的速度可以达到2.25马赫 那如果说F-16的话最高就是2马赫 那我们如果说看一下它的推重比的话 F-16就是1.08 那但是我们如果说看到这个苏凯 苏凯35的话是1.30 意思是什么 意思也就是它有非常多推力的余裕 什么叫推力的余裕 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 或者是很多的这些航展的里面 我们看到包家弃腹眼镜蛇是 也就是它这样飞飞飞 突然啪这样子 像眼镜蛇这样子飞起来 这样子飞起来真正的战术意义是什么 就是原来他们在狗斗 Dog fight在后面追的时候 我一个包家弃腹眼镜蛇 难道你后面这个直直撞下去吗 当然不是立刻闪开 可是你一闪开的时候 就变你被我咬下去了 那也这就是战术站位的一个方式的差别 那另外它还可以像落叶飘一样 那就是好像一个叶子在空中飞一样 那问题是F-16它没有那么大的推力 可以做这样的事 而且它的空气动力的设计也不允许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就是说F-16在这种旧型的F-16 它在战场上遇到苏凯三十 遇到苏凯三十五 甚至它搞不好还遇到苏凯五十七 那也就是它其实占不到什么好处的 另外如果我们当然现在的战争 你说真正狗斗的情况不太多 我们讲的是四居外决战 那四居外决战决战于哪里 决战于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你的雷达的搜索能力 那我这里看到的这画出来 这是苏凯三十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雷达的搜索的距离 远远大于F-16 那也就是在F-16还没有发现苏凯三十的时候 苏凯三十已经发现F-16了 那所以也就是 那另外以飞弹的拦截的距离的话 也是这样 AM120这个我们台湾也有 那这是F-16使用的 那它还没有到达它的engage 就是它接战的距离的时候 事实上俄罗斯的飞弹都已经可以掌握F-16了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四居外决战 当然四居外决战还有另外一个 我相信我们很多专业的观众 会提到说现在要提供给乌克兰预警机 ASC890这种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他们称呼叫做像平衡木 它其实就是平衡木一样 就是小时候做运绿做体操的平衡木 那这一种雷达没有不好 它在六千公尺的高度 它可以搜索五百公里的这个范围 它只有在前面跟后面一个小小的角度里面 它搜不到 不过它那个雷达波没有办法搜索到 但是它可以转向 所以我们这样讲 虽然我们看到了乌克兰好像是获得一大堆军援 但是它的人没有准备好 刚刚老师已经说过了 那个就是五十几岁要上战场 那就是我这个年龄 而且年龄还有更低的 就是低于二十五岁 甚至十五十六都在预备 所以其实那个没有办法 对啊就是 这个奖金看样子俄国人是领定了 乌克兰前线战事 现在实在撑不住了吗 传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斯尔斯基 他支持与俄罗斯停火 而且他不相信乌克兰会赢 这是来自乌克兰议员 被祖格拉雅他所爆料的 他指控说这位乌克兰的总司令 就是一位罪犯 每天都在削弱乌军的战斗力 那另外俄罗斯的国防部发布消息 他们光是一天就摧毁了乌军 一百零九个军事目标 击落了一架乌军米格二九战机 三十六架的无人机 还有五枚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弹 那现在俄乌战争白热化 如果这位议员他的爆料消息 真的属实的话 那恐怕说明现在乌克兰的真实情况 可能比外界现在所了解的 还要严重很多 毕竟就连这个军队的总司令 都抛出这样的投降言论 好 干哥你怎么看 乌克兰现在是真的快打不下去了吗 好 那被祖格拉雅讲这个话 其实是有根据的啦 老师讲一句 你说那个 那个现在的司令 他叫做那个就是亚利山大 然后他摄尔斯基他认为说 我们是在就是说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可以进行和平谈判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投降的意思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看法 就是这个要推回到前面的那个司令去讲起 你知道其实那个 泽尔斯基曾经把那个前司令给开除过 开除他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跟他的战略目标不一致 不听我的话 为什么 前司令叫扎鲁兹尼 扎鲁兹尼去年他就在一个 就是就是在跟俄罗斯军队攻防的时候 他就讲说 这样子与其一砖一瓦的去攻 去夺回来 这样是浪费时间 我觉得这个战略价值意义不高 我们应该退守到比较西方 然后呢 展开比较大范围的 那个可以 立于防卫的那种态势里面 这样子我们的部队才能够展开 那问题是 那个泽尔斯基就跟他讲说 不行 你要寸土不让 你一定要每一步都坚持到底 要寸土必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好呢 那扎鲁兹尼他就跟他开始有局语了 你知道 那他就只好把兵一个一个掉上去 结果 你知道俄罗斯的兵 俄罗斯的兵是不多的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的军队其实 老实讲一句 可以动员的数量不多 那 乌克兰是一直在往下掉 一直在往年龄层的下面去掉 现在已经掉到了17岁好像是 我记得啦 16岁都准备了 那就是一步一步再往下 那 照这样讲的话 两边的有生力量 也就是 部队的人数其实是都不够的 可是俄罗斯有一个优点 有一个优势 就是什么 俄罗斯的火力比较强 所以你今天看来 24小时 乌军 就有一架米格机 被击落 然后36架无人机 然后还有5枚 海马斯被 美制的海马斯被击毁 那还有ATA CMS那种战术 飞弹 也常常被俄罗斯给摧毁 你要知道 美军这样一直给 北约组织一直这样往前推 其实在前线的官兵认为说 看起来是无底之洞 所以现在不是兵在打仗 是无人机在打 所以你常常看到 打下很多无人机 那乌克兰他也宣称 我们再两年半来 我们已经打下了 俄罗斯5万架的无人机了 有用吗 你对实际上的战争 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才会说 今天这个 这个摄尔斯基 就是乌克兰的现任总司令 他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提出 适当的这个和谈 也就是投降 他认为他要投降 那贝斯格拉雅议员就觉得说 你这是犯罪行为 他差点没有讲到说 You are a traitor 你根本是个叛徒 你怎么可以违反 你身为总司令 违反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意志呢 对不对 所以他就认为说 这个人应该也是要 把他给撤换掉了 泽伦斯基现在陷入两难的 嗯 好 刚刚刚哥提到 真的打了两年半了啦 那这场马拉松战役 到底还要僵持多久 我们要来看到是 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 松亚利总理奥班 这个月初 他前往乌克兰 俄罗斯 还有美国在进行访问 尝试要调停俄乌战争 那日前 他更发函给欧盟的领袖说 如果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会立刻采取 行动调停战争 那跟川普本人的说法是一致 川普呢 现在也正式提名了 参议员范斯 来担任他的 副总统竞选搭档 范斯认为说 那乌克兰应该要 割地向俄罗斯求和 他在参议院里头 还很积极在运作 阻挡美国对乌克兰的 610亿美元的军援案 那现在外界 尤其是西方社会 都很担心说 那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接下来俄乌的情势 是不是会主要变色 杨老师你怎么看 川普如果是11月当选 然后呢明年1月就职 那距离现在的时间 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 你觉得在这段时间 依照川普 他现在已经讲出来的话 甚至他的副总统范斯 过去在参议院 以及他也在最近 做同样的评论 在乌军跟俄军这两方 在接下来这5到6个月的时间 哪一方还能够维持他的士气 哪一方还想要继续扩大他的战果 我觉得在乌军这边 这个士气的维持就已经不容易了 那至于俄军想要去扩大战果 这我就不确定 因为这要取决于普丁他的这个决定 他说不定觉得 在这个时候扩大战果 在谈判的时候呢 也许比较有利 但是也说不定 反正我现在大概已经固定 就是这四个州 这个四个区域 那我在这段时间 也稍微有所节制的情况 那对于川普也是一个回应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等待川普上台 那因为在川普这一次的 全国代表大会当中 其实我们比较少注意到 也通过了共和党的这个政纲 那共和党政纲就是川普政纲 总共十六页 十个章节 那里面有二十个承诺 这二十个承诺 有跟国际 跟军事有关的只有两项 那第一项在第八点 你给大家听 他说防止第三次势力大战 让欧洲跟中东重现和平 并建立一个保护全美国的 伟大的铁穹弹道防御系统 而且全部美国制造 很川普 对不对 那这什么意思 他讲的中间 让欧洲跟中东重现和平 也就是他要很快地 让俄乌战争跟加沙战争要停火 至于和平这个代表了什么意涵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停火 停战 第二个呢 谈判的展开 那至于谈判能不能达成 就是和谈的这个协议 那就要看双方了 以及是不是有第三方 因此 这个停火 我觉得可能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在美国的要求之下 他会要求泽伦斯基 他会要求普林 他会要求北约 然后说如果你不停火 我们就完全停止 任何的军事上的援助 因此 这个是停火 我觉得可能在最短的时间 之内就有可能出现 甚至可能说不定在他就任之前就会出现 因为我刚刚讲的 乌军已经没士气了 然后俄军说不定就等待川普上台 对不对 所以你说猪羊变色 这倒不一定 因为双方各自背后 还是有一些他的支持者 也就是在俄军这边 还是他持续普丁的这个意志 在乌军这边 毕竟北约欧洲的国家 还是希望就是说乌克兰能够守住一些 基本的这个谈判的要件 会不会被美国卖掉 我觉得如果从拜登跟川普的这个角色来比较的话 那基本上已经就是把它卖掉了 也就是要你停火了 那你停火当然就是要去和谈 所以最近昨天世纪都公开讲了 他说接下来他会邀请俄罗斯来参与到和谈 这个话都放到这种地步了 因此也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个战场上 我们还是可能会看到短期的这些交火 但是会有大规模的这个图 这种就是说站顶 我觉得大概是不会了 好 说到川普可能上台 但是现在大家其实也蛮担忧的 因为川普不爽就退群 这对他来说也是前科累累 难保说他一旦回潮的话 欧盟跟乌克兰 他们接下来会不会被抛弃 刚刚你怎么看 我跟你讲 川普总是语不惊人 对不对 他说如果今天我是总统 俄乌战争绝对不会爆发的 但是生意人总归是生意人 如果今天他是总统的话 他如果说让俄乌可以停火的话 但是北约你要交多少保护费 就跟他对于台湾的态度是一样的 他曾经讲的那个话 大家还记得吗 对不对 他说台湾是这个笔尖 这个桌子是中国 那我干嘛要去维护这个笔尖 那你一定要交保护费 所以北约一定也要交保护费 川普特别讲了一个数字 他说我已经美国花在俄乌战争上面 供给乌克兰2000亿美元了 那是六兆台币 为什么我还要再花下去 其实川普要讲的重心是这个 我不要再花钱了 所以拜托赶快结束战争 但是一天之内能不能结束 我觉得还是在讲大话 是好 俄罗斯前总统宪院的俄国联邦安全会副主席 麦维德夫 他对上个星期 北约领袖对乌克兰的承诺 现在做出回应 他说乌克兰加入北约 就等同于对俄罗斯宣战 只有北约的谨慎 可以避免地球的毁灭 那基本上现在这条红线都划出来了 上次跟你怎么看说乌克兰加入北约 现在是不是更难了 俄罗斯反对乌兰加入北约 是一直以来从开战前后 感觉到现在持续的态度 只是说话讲越讲越重 很重 当然现在因为整个北约的组织的部分 是这样子 我们看整个欧洲跟北约的关系 一个是政治外交关系 是欧盟 欧盟跟乌克兰的关系还是微妙的 比如政治外交经贸当中很多的支援 当然具体的体现 眼前的部分 刚才有人道 具体体现 北约它当然是个军事方面的 乌克兰想加入北约 这个当然从day one其实就要做 但是北约能够这么顺利的接受乌克兰吗 虽然最近可以看到一些国际领袖当中 特别是反对普丁 或反对俄罗斯的这场战争的部分 大家好像有依赖一些声势 可是你说这些声势 是真的大家真心诚意的拥抱 想要拥抱乌克兰吗 还是背后其实我们知道 最近北约总体来说 因为就刚刚前文杨老师所提到的 川普本身的这个变数 其实让北约内部决策非常焦虑 也就是说后面如果川普一档选上的时候 单单美国跟北约之间的关系 一旦美国不是北约军事跟政治 各方面的背光背后支持 单单凭那么单薄的北约 自己对抗俄罗斯 而且已经讲 刚刚讲俄罗斯讲得清楚了 你不可能叫北约就对俄罗斯宣战了 是能够这样吗 所以我认为大家现在已经有点都在画铃 就是我要喊到一个更严格的东西 大家再来做一个拉锯 乌克兰加入北约 自始至终有很多问题 首先第一个是顺序的问题 大家按照顺序 第二个有没有紧急 他需要加入北约 第三个到底乌克兰过去加入北约达标 这是长久以来说要加入北约的一些标准 特别是现在匈牙利 北约是只有一个国家反对 你就没戏唱了 匈牙利很难吧 我觉得从匈牙利跟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部分的关系 你知道匈牙利让人交到北约 当然匈牙利就很难 所以这里头当然是欧盟当中 应该讲北约国家 当然对匈牙利有很多政治跟军事方面的压力 但无论如何 我觉得其实俄罗斯的部分很清楚 我们就现实层面来看 这不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交界边境真的太长了 你一旦交入北约 你可能就是 我们讲说如果我们回想 如果美国整个加拿大是如同俄罗斯 是它的对抗 你能忍受吗 如果墨西哥是你美国的部分 放了很多飞弹放了核弹 你能够接受吗 我觉得其实它不是将近比心 而是整个俄罗斯的现实 当然反对到底 而不可能让乌克兰之后变成是 俄罗斯门前戈备边上当中 随时可以包括政治外交 包括军事武力 各方面当中的眼中叮肉中刺 是绝对不可能的了